您好 歡迎來到10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我們今天先帶您來關注的是烏鱷戰爭 現在整場戰爭逐漸進入了一個關鍵期 烏軍希望透過反擊可以奪回師徒 紐約時報指出說 這一場反攻足以左右整場戰爭的結果 反攻大概會在東部還有南部多點的展開 雖然多數的專家認為烏克蘭很難奪回克里米亞 但主戰場預估會在東南部的陸橋 藉此可以切斷俄軍的補給線 而且還可以奪取這個戰略上面的優勢 烏軍必須把握這一次寶貴的機會 成功的話就有機會可以談判 如果拖到秋天的話 可能就會讓普京信心大增 我們要來看烏克蘭中部的城市 蒂涅伯羅一間診所大樓 在當地的26號晚上 遭到了俄軍一枚飛彈襲擊 造成至少2死31傷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再度痛罵俄軍事有病的生物 一枚俄軍飛彈來得實在太快 烈焰大火直接吞噬這棟建築 舊男人員一抵達現場 趕緊跑到裡面疏導民眾逃命 傷者只能多人合力抬出 雖然不久後火是獲得控制 但建築已經殘破不堪 屋頂還被炸出了一個大洞 這裡是烏克蘭中部城市 地面佛羅一棟診所大樓 遭到二國飛彈擊中 造成多人傷亡 逃出的醫師還驚恨未定 因為空襲當下 二樓和三樓門診都還有不少病患 一樓甚至收留很多流利失所的民眾 烏克蘭總統澤洛斯基再度拍片打罵 同一晚除了地捏波羅 首都基辅上空也出現多起爆炸火花 俄軍飛彈和無人機通通被攔截 沒有釀下傷亡 烏軍展現防空能力 烏冬前線持續激戰 烏軍第59機械化旅 才是用無人機持續對抗俄羅斯軍隊 俄軍狂轟猛炸 烏克蘭士兵依舊淡定 從室內遠端操作無人機 痛擊俄羅斯車隊 俄國久攻不下烏冬城市 無人機可以說是扮演重要起兵 TV新聞做不到 而反普辛的俄國武裝團體 先前從俄羅斯南部的貝爾戈羅德 逆襲俄軍 不過當中卻被發現 有些人跟新納粹主義有關聯 這恐怕對烏克蘭產生很不利的影響 我們要先請婉柔幫我們分析 位在俄物邊界的這個 比爾戈德羅 日前是受到了俄羅斯的反叛軍攻擊 這個反叛軍現在也被發現說 其中一個組織是來自於俄羅斯的志願軍 他的頭頭叫做白豹龍 他的軍勇無線電 胡好是這個名字 不過現在也被踢爆說 他其實是公開支持的極右派 所以被認為說是新納粹分子 而且他被挖出他的過去 其實他也被要求說是進入歐洲 免簽申根的27國 那就代表什麼呢 其實外媒紐約時報就指出了 這個人跟與新納粹之間的聯繫 其實讓烏克蘭是陷入一個尷尬的局面的 因為就俄羅斯的總統普欽借機去 納粹化這件事情名義來攻打烏國 也就是把這個說 烏克蘭跟新納粹分子把它貼上連結 把它們有一個標籤在的 另外一個媒體冒險則他也指出 新納粹主義的流亡者其實更樂於在社群作色 也就是說這個人到底對烏克蘭來說 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 其實現在似乎看起來讓烏克蘭是陷入了兩難狀況 而目前正在進行當中的世界衛生大會WHA 今天表決通過讓烏克蘭成為執委會的議員 贊成票123票反對票只有13票 也代表著俄羅斯的阻撓是失敗的 鄉親要再交給宛柔 世界衛生組織的執委會 今年有10個國家是新的成員 在這裡面原本成員是有34名的 不過今年增加了10個 而這10個其中一個就是烏克蘭 這個執委會其實可以說是決策及治理事務 不過烏克蘭要加入的時候 當然這裡面原本的 另一個成員國俄羅斯是非常反彈 他們是堅決反對 要讓烏克蘭來加入職委會的 不過其實除了俄羅斯之外 其他的國家都是同意的 像是今天就首度用這個表決來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讓烏克蘭加入 我們看到總共有123個贊成票 13個反對票 所以這也代表說這對俄羅斯來說是重大的挫敗 那麼WHO也譴責俄羅斯攻打烏克蘭跟醫療照護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但俄羅斯也反駁 他們說如果讓烏克蘭加入 這根本就是讓整個世界衛生組織整治化 好不過中國大陸看似要推動烏俄停火 但骨子裡又在打什麼盤算呢 中國大陸的歐亞事務特別代表 李輝走訪了烏克蘭 波蘭 法國 德國和俄羅斯之後 他呼籲美國在歐盟的盟友 應該要維護他們的自主 並敦促立刻停火 讓俄羅斯管理目前已經佔領的烏克蘭國土 那麼甚至有西方的官員透露了 說李輝透露說他要敦促歐洲 應該要把中國大陸視為美國的經濟替代方案 這個就引發西方質疑了陸方的調解能力 似乎還有待觀察 還有外交官認為當中可能會有陰謀論 意在要測試西方國家的團結 另外CNN則是發現 伊朗透過了秘密航道 持續提供俄羅斯後勤的支援 一個黑色小點沒入天際線 在短暫寂寞後空中瞬間爆出火光和巨響 俄羅斯邊境城市遇襲再加一 西南部卡斯洛達市疑似遭到烏克蘭無人機轟炸 當地立刻封鎖街道確保安全 與此同時二戰區的馬里烏波爾 亞素鋼鐵廠也傳出疑似被烏軍兩枚遠程飛彈轟炸 外面分析這可能是烏軍下的挑戰書 你們記得這裡是烏冬艦隊員在那場 下半月的古代艦斯洛其中的派避 現在馬里烏波爾成為了 不管在前線還是後方 俄羅斯頻頻遭無軍攻擊 美國前CIA局長認為 俄軍恐怕缺少足夠裝備 來應對烏克蘭的大反攻 但俄軍並非一路挨打 因為CNN發現 伊朗正提供俄軍洪勤支援 數據顯示 從去年8月到9月 離海突然聲音的船隻大增5成 而且大多來自伊朗或俄羅斯 這是一種船 這是一種船 伊朗坦誠曾提供俄羅斯無人機 但卻強調這是在俄羅斯入侵前的軍售案 不過隨著伊朗無人機 陸續出現在烏克蘭的土地 現在似乎有越來越多證據 證明伊朗和俄羅斯一致暗筒團去 TVBN新聞最后報道 跑面來看 美國的海軍 他們公布了一項報告 指出海豹突擊隊的選拔過程當中 似乎存在很致命的缺失 有一位耶魯的高材生 他在完成了所謂地獄州的訓練之後 暴斃死亡了 調查發現訓練過程當中 竟然沒有任何的專業醫療人員陪同 艱苦環境下 承受肉體和心智的磨難 世界知名的三七特種部隊 美國海豹突擊隊 現在卻被美國海軍認證 訓練過程不夠人道 這場調查原自於一名耶魯高材生木倫 他在完成海豹突擊隊 被稱為地獄州的訓練後喪命 而且臨死前還不斷咳出橘紅色的血 官方認定死因是細菌性肺炎 但木倫的媽媽卻指控是海豹部隊殺了兒子 調查報告指出木倫狀況惡化前 因為培訓人員短缺 未能接受緊急醫療或急救 而且在受訓前必須服用青霉素 來降低細菌性肺炎的風險 也因為藥物短缺沒能服用 甚至木倫生前的體檢 已經發現他有呼吸問題 另外報告還指出 不少海豹學員為了通過選拔 會違法使用類固醇或服用禁藥 因為海豹的訓練越來越嚴格 畢業率已經低於一成 此時木倫之死已經讓美國海軍特種作戰 司令部承諾將對海豹部隊 從培訓到醫療重策進行全面改革 TVBS新聞中央報導 而現在北半球的天氣是越來越熱 海上活動當然也頻繁的增加 不過在美國從紐澤西佛州到夏威夷 不斷傳出有鯊魚攻擊人類的事件 甚至有衝浪的少女發現自己整隻腳都在鯊魚的嘴巴裡 還好最後是幸運的脫逃 你沒看錯 就是一條大鯊魚突然從水面蹦出 才三秒鐘 夏威夷這名男子就被咬了一口受傷送醫 接著沒幾天 活中又發生一起鯊魚咬人案 一回到岸上就被台上擔架送往醫院 回憶起當下男子還是魚肌有存 形容自己很像被一輛皮卡車直接撞上 被鯊魚攻擊到底多可怕 從朋友報案的通話記錄就能聽出 原本只是跟朋友去海上捕魚 沒想到碰上的確是鯊魚 類似情形 紐澤西最近也有一桩 還好幾秒後鯊魚自己鬆口呢 傷勢才沒有更嚴重 本來是去衝浪的這名15歲少女 幸運逃過一劫 但全美近期鯊魚攻擊事件頻傳 地方政府尚急發條 隨著海邊玩水季節到來 美國各地也設置更多告示牌 專家則呼籲海上遊玩民眾 一旦看到魚群經過千萬要遠離 否則密食鯊魚可能隨時出沒 TVB新聞做不到 你來看南韓的韓亞航空 上演了空中驚魂祭 一架從紀州飛往大丘的航班 降落起來幾分鐘呢 一名男乘客突然把機艙門打開 乘客跟機組員都飽受驚嚇 有9個人不是送醫 男子落地之後被逮捕了 他功稱是失業壓力太大 這架空中巴士A321 還飛在天上 沒想到艙門大開 讓機艙裡風呼呼的吹 座位上整巾 不斷拍打乘客的臉 大家嚇到動也不敢動 就怕一個不小心會被捲出機艙外 這是南亞韓亞航空 從紀州飛往大丘的國內航班 一位坐在逃生門附近的30多歲男子 在飛機降落大丘機場前幾分鐘 離地面還有200多公尺時 竟然起身打開艙門 把所有乘客嚇到傻眼 開艙門的男子在飛機停靠空橋後 馬上被南韓警方逮捕 知名部落客台灣牛韓國席 彭文表示 男子可能是因為收到女友分手信 一時想不開犯下大錯 這起空中驚魂 造成機上9名乘客 因為身體不是送醫 不過美國航空專家認為 航空公司恐怕也得負責任 空中巴士表示 他們正與韓亞航和南韓政府聯手 調查意外發生的原因 畢竟不會有任何乘客 想體驗類似的空中驚魂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科幻電影的內容 未來可能會真實上演 美國富商馬斯克旗下的神經連結公司宣布 已經獲得了FDA的核准 將會進行一連串的臨床試驗 在人類的腦部當中植入晶片 詳情要再交給婉柔 如果把晶片植入在你的大腦裡面 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也看到馬斯克日前表示說 美國的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已經授權 可以讓他們公司把晶片 可以植入在人體身上 那為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可以針對這個癱瘓的患者 或是失敏以及有肢體殘疾的人 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晶片來治療 那麼這馬斯克自己就說 聽起來很神奇 但是他們覺得是有助於 幫助這些患者可以康復的 但我們知道在做人體試驗之時 其實很多都會先放在動物身上 所以他們也針對了動物 像是猴子來做這個臨床實驗 來試試看所謂的動念打字技術 他們發現其實這個效果還不錯的 不過卻也傳出說 其實有很多隻的猴子 因為裝置感染 因為畢竟是晶片 晶片還是會有一些毒物外流的危險 所以被裝置感染之後 而被暗勒死了 那麼現在神經科技專家自己也說 其實腦部連結電腦的這項連結技術 臨床試驗一定得安全有效才能讓一般患者來接受這治療